大家好,大家晚安 一段時間沒有分享生活中有趣的小玩樂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這個小玩樂 它還是個工具 在我頻道裡面的分享工具是最常見到的主題 那這個工具對它做個簡介 它取得不容易 極難入手 台灣沒有賣 那我好不容易在Amazon上面找到這個產品 那這個產品的話 我幾天沒有 當下沒有馬上下標 過幾天它就下架 下架之後我想說它還在補貨 結果沒有耶 就從此不再供應 這個賣場就寫說從此不再供應了 那我們知道Amazon它是供應商的制度 它是提供平台 廣告平台 所以說一旦這個供應商 它不再提供產品的時候 你就再也買不到了 那我好不容易在另外一個 美國的店家找到這個商品 那這個因為Amazon平台的話 跨國在運送 在虛品的時候比較方便 但是我找到私人賣家 要運送到台灣來就要請代購 對 是這樣子 那這個在Walmart 也沒有賣 這好神秘喔 這產品很神秘耶 好 那我們來看看它到底是何方神聖 那我今天一樣啊 用我最熟悉的 Lazerman Charge TTI 來開箱 我後來啊 這個商品是怎麼樣寄到台灣的 我是請我表姐幫忙啊 她在美國 我請她幫我代收了以後啊 再寄到台灣來 要不然的話 那一個 美國很多賣家 它是不提供國際運送的 所以說要買這種台灣沒有賣的商品 從美國這個管道是相對麻煩 那我們國際上 如果說是要買跨國的商品的時候 用Amazon是最方便的 那 Ebay也不方便 因為Ebay的話是個人賣家 所以很容易東西寄丟了 不過總之啊 好不容易取得它了啦 這一個商品真的是極難入手 我從 9月份啊 在Amazon找到它 然後錯過它 然後在10月份的話 又找到另外一個賣家有提供 然後再跟它買 買了以後的話再寄到台灣 我收到的時候已經是現在囉 已經到12月初了 好 來我們看一下 這包裝 這是一個填充物的 填充物裡面的話 填充物裡面的話 填充物在這裡 填充物裡面的話 那我一次買了6支 報復性購買 為什麼買6支 因為真的極難入手 那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那我打算是把它當小禮物啊 送給我身邊的朋友 當然是送給 對工具也有興趣的老朋友們 那這個商品的話 它其實是一個很實用的商品 這包裝包得這麼細 好說齁 為什麼說它很實用 打開你就知道了 那我買了6支 哇好 來 6支到這邊 點點看 總共有6支 對 6支 好那我就拿一支來開箱 那這個商品名 它叫Kershaw Kershaw PT2 Kershaw 它是一個做 道具的公司 不過這個道具公司 是在大陸 也就是說它是大陸產的產品 但是它專銷美國縣喔 那因為Kershaw 它是美國公司 但是工廠在大陸 那我在想這個老闆應該是大陸人 不過它的商品都專銷美國的 那反而怎麼樣呢 反而在大陸買不到耶 很有趣 我在淘寶上面買不到這商品喔 完全沒有人賣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對那 它就長這個樣子 我不知道 因為我這個錄影機 有時候對焦沒有說很精準 我用唸的 那它是一個多功能的工具 那PT2 P的意思是PRY PRY PRY T2 PRIVE TOO 它是一個翹棒 翹棒 那這個地方有寫的 它是Made in China Design in USA 好 那這個 這個商品的話 它是好幾個工具組合在一起的 它是組合型工具 它有screwdrivers 然後有bottle opener 開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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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wire wire stripper 然後也有cane opener 開瓶器 那有鑰匙圈 然後一隻起子 然後也有六角扳手 整個事還蠻不錯啦 那我簡單說明一下 我的這個頻道第一次開箱 PRYBAR PRYBAR為什麼說是一個很重要的工具 PRYBAR它的角色 就是犧牲品 什麼叫犧牲品 我這樣講可能有點粗糙啦 因為我知道我們有工具錢 對不對 那工具錢 然後可能也有像這樣子的瑞士刀 那這樣的瑞士刀其實都很娇貴啦 一來是它售價蠻高的 二來是什麼呢 二來是它的刀片啊 還有它裡面的這些工具 其實都很娇嫩喔 都經不起課碰 然後也經不起就是說 你這樣很粗糙的對待它 它馬上就捲刃 你去挖它它就捲刃了 所以說這個其實都是很 沒有辦法出用的一個商品 像這個刀子也是 它儘管你說 Leatherman的TTI 刀具已經是非常棒的刀具 它是S30V的金屬 在做的刀片 但是它怎麼樣也還是很精細的東西 它是經不起挖 經不起翹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我們就需要Prybar Prybar的角色它是出用 就是我們今天有一個釘子啦 或者是說 我們在桌面上面 然後有一些是膠帶的痕跡啊 你想要把它剔除啊 或者是說你想要 切一個切線啊 或者是說 這邊有個釘子 你要把它挖起來啊 或者是這樣子 我們有時候的話 會有像這樣子的罐頭 那你想要把它打開 你看像這樣的打開的情境 你不可能說拿這個瑞士刀去挖嘛 當然瑞士刀的話 如果說是這一隻 這一隻 這個MiniChomp的話 它是有帶很多工具啦 其實這個工具的話 就可以當敲放使用 不過怎麼樣說的話 它畢竟還是很 太細緻的一個工具了 所以說你很容易把它撬彎的 所以說它沒有辦法初用 那你初用的場合 就是要用它啦 Prybar 它的設計就是要用來做Prybar 它就要你弄到它滿身都是傷痕的 那你就可以這樣子把它打開 好 然後一點都不心疼 這是Prybar的功能 那這一罐是杏仁粉 哇 這個 這是一個小時候很熟悉的味道 好 那 所以說我們有這樣的工具的話 它其實妙用無窮 往往最常使用的 反而是Prybar 那 像這樣子的一個工具錢 我們都是放在包包裡面 那這可能放在口袋裡面 但是這一些都是第二線的工具 最常用的第一線工具就是Prybar Prybar沒辦法解決的時候 才會拿出那個瑞士刀 或是工具錢出來處理 那如果說事情用Prybar 就能解決掉的話 用Prybar是最方便的 因為一來是它相對便宜 不過它這隻Carsial PT2的話 也沒有說便宜到哪裡去 不過至少它兼顧 那我們看一下它有哪些功能 這個地方是有一個十字起子 你看它這邊有一個十字起子的痕跡 然後有尖尖的 我想這個十字起子應該是會蠻好用的 因為它的這個角度應該是很好使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第一個Prybar 那Prybar中間的話 又有一個這個孔 這個孔的話可以讓你撥線 因為它有一個角度 它有一個斜角 所以說它這邊裡面 會稍微帶一點點銳利的感覺 對它可以讓你撥線 然後可以挖釘子 然後有膠帶啦 然後紙張上面立可白啦 等等然後甚至你要把它刮彩券 那也是可以的 那這個地方的話是一個開屏器 每個工具都會有的開屏器 因為它最好製作開屏器這個位置 那中間這邊是六角的板手 有三個size的六角板手 那當然我們在網路上會看到有些人的話 他會把一些那個螺絲起子 小起子它會塞在這個縫裡面 這可以塞一個六角的活動起子 那六角活動起子的話 剛好可以塞在這個縫裡面 改天的話 有機會我再示範給大家看怎麼用 那這個是一個開罐器 開罐器 就是開罐頭的 那我等一下會示範一下 這個開罐器好不好用 那我就帶了一個這個罐頭 當然我們家裡面沒有什麼罐頭 我們家只有這個罐子 試試看它是不是好用的一個開罐器 我覺得它不是頂銳利了 但是我在想它應該是可以有功能 它大概可以湊合著用 可以湊合著用 但是不是頂銳利的就是 這是一個開罐器 這其實我說實在啦 隨身工具的話 它不是說要跟家裡面的開罐器 比誰好用 在野外或者說 你今天在外面住旅館 或者是身邊沒有工具的時候 它就會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那這裡的話又是一個起子 它是一個一字型的起子 而且它又是第二個prime 因為我們有一些使用的場合 可能會需要比較細膩的角度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角度去 去撬開它或挖它 等等的 那它的使用的話都是在 某一個情境下 發揮個人的智慧 去把它完成 那你整個來看的話 我覺得這是一個還不錯的工具 因為它的設計蠻精巧的 而且你要注意到 為什麼我會一直 前方百計的想要取得 這一個產品 因為它是市面上 你找得到的prime bar裡面 俏棒裡面 它唯一是 Multitour 它是唯一一個Multitour的設計 其他的俏棒的話 它就是一根棒子 然後它可以讓你挖 就這樣而已 它不會帶開關器 有的可能會帶開關器 但是至少它不會帶開關器 有的會帶開明器 但是不見得會帶開關器 不見得會帶十字的起子 那它可能也不會帶一字起子 那更不用講說它有一個六橋板手 所以說以工具來說的話 它是 市面上你 所有找得到的prime bar產品裡面 唯一是 具備Multitour 多功能的設計 那 它Size也不大 比較一下 它跟 認識到MiniChomp 比起來的話它大概是稍微大一些 那如果說是以 10塊錢硬幣 硬幣來分的話 這是一個50塊硬幣 新台幣的50塊 它的Size大概是像這樣子 大家就會稍微有點概念 那跟10塊錢比 是這樣子 可能就會有一個概念 Size還算是蠻小巧的 那它的這個 身體上面還有裝了 橡膠製的一個 一個 像是板手 把手的一個 指滑用的 而且這指滑的話 你仔細看喔 它上面是很多的K 很多的K 組合在一起的 所以說整個它 產品的設計 我覺得還是 蠻好的啦 很精緻的一個 隨身小工具 對 那 嗯 跟我拿到手的時候 的 感覺的話 是 我一開始還沒拿到之前的話 跟我的預測 跟我想像是很接近 沒有錯 它的Size 還有它的功能 對 那 這一個Prybar的話 我想啦 應該是市面上 你可以想像得到 最好的Prybar 推薦給大家 科效PT2 科效PT2 對 那編號是8810X 型號 產品型號 PT2 Cry2 -2 科效 推薦給大家 謝謝 我們下次見啦